她是红遍网络的光头女孩 她的青春曾经黯淡 她的故事却励志精彩 不敢 我也不想去见任何人 如果不是为了求学的话 她念念不忘曾经的她 惊天含泪 期盼再见一面 你无论变成什么样 你还是当年我心目当中的那个你 她是喜剧模仿达人 她为观众送出无限欢乐 我以为你们不应该这么安静 她是自闭症患儿父亲 背后心酸 感动众人 我不能原谅我自己 因为我无法想象 她去腊椅箱里去找吃的 我也没办法想象 她睡在哪里 她会冻着 今天 她究竟想要寻找谁 然后她说完那些话之后 我立刻就觉得我有价值 我还是有我的价值 好久不见 已重逢见人生 精彩马上开始 有请主持人 莫表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你还好吗 大家好 欢迎收看麒麟卫视 公益情感节目 好久不见 我是陆瑶 欢迎大家 同时呢 有欢迎大家扫描 屏幕上的二维码来一起参与我们节目互动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重逢委托人 有请 最亲爱的小鱼 我们长得不像 不是同个类型 你长发 我无发 你住北京 我四海为家 你爱穿黑 我爱穿白 你温柔 我狂野 你智慧 我中二 我们都爱旅行 我们都爱那片薰衣草的海洋 我们在最美的年纪相遇 你 是另一个我 我知道 以前我让你难过了 但是 你为什么就突然间消失了呢 小鱼 你知道我多担心你吗 让我陪在你身边吧 就像从前 你在我身边那样 重逢委托人 安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发表了 什么都要有什么 十分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几个月的时间内 她以素美光头女孩的称号 爆红整个网络 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我知道 你还跳肚皮舞吗 你又会唱歌 虽然是一个搞文艺的人 搞文艺的人都比较喜欢特立独行 你是不是因为想要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留着一个发型 其实很多人看到我第一眼的时候 他们都会有这样的疑问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 我的发型是天生的 天然的 我的父亲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也是这个造型 也就是说你从小到大都是无发 对 就是从刚生出来的那个时候 就是这个样子的 对 我听过一句话就是光头是检验 真美女的唯一标准 谢谢 在现在可以选择戴假发的情况下 你选择可愿意以光头是人 是不是你从小就特别自信 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 在小的时候我也 我也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 黑暗的时期 这也就是说在小时候你也自卑 不光是自卑 甚至可以说是 我都不敢 我也不想去见任何人 如果不是为了求学的话 安然曾经希望 通过加入一些同龄人的活动组织 来丰富和找寻自己的朋友圈 因为他深深地相信 唯有寻找到能够理解 信任 关怀的真挚友谊 才能让他摆脱自卑的阴影 然而就在一次周围人 关于证实 安然是否真的没有头发的恶作剧中 他收获了自己期盼已久的友情 你们当时是怎么样认识的呢 有一次我们两个人去公园玩 人很多 当时大家都挺开心的 说那咱们就从那个吊桥上面走过去吧 当我从上面走到第三格的那个时候 他们就突然从水里面钻了出来 用力摇那个吊桥 用力地摇 拼命地摇 我当时特别地恐惧 后来最终的结果还是我直接躺进了水中 掉下去了 掉下去了 那个时候 我的朋友 他叫小鱼 小鱼 对 小鱼带着另外一位男孩子 小鱼就指挥他 很冷静地指挥他说 把身上的衣服快一点 盖到我的头上 此时我的头发已经变成了像一团稻草一样 等我反应过来 看到岸边所有人的时候 他们所有人的眼神都是这样的 愣了 小鱼当时的挺身而出 在你最恐惧的时候 你应该也很感动吧 而且这个女孩 她不但知道要保护你的生命 另外还要保护你的尊严 是的 她让那个男孩子 把衣服包住你的头 她知道怕你受到伤害 她怕我受到委屈 安然虽然年长小鱼三岁 但是她回忆起 两个人之间的友谊时 小鱼其实给予了年长的安然 更多的关心 与帮助 特别是她曾经用自己的方式 试图让安然摆脱关于头发的阴影 那你们会不会一起去比方说逛街啊 一起去看电影一起过生这样的事呢 因为我曾经特别害怕理发店的这个地方 看到有人去剪头发 我就会很伤心 后来我跟小鱼 后来我跟她跟小鱼认识之后 她就经常邀请我去陪她做头发 她的头发特别长 又黑又直又亮的 最早在理发店甚至跟她说话都不是很自然 可能她那个时候就是有所察觉了 但她还是会邀请我去 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 直到后来我完全适应了那个环境 帮你克服了这个心理难关 克服了这个心理难关 第一次去的话 你不知道她是帮你再克服 但是你能去 说明你也很讲起义 因为这个对她来说 是一种心理挑战 我是最敏感这一个地方 你为什么还带我来 我完全可以找任何理由我不去 甚至我在门口等你 你还是跟她进去了 是的 说明你也非常珍视你们这个姐妹 对 随着时光的流逝 小鱼也到了选择求学之路的年纪 她毫不犹豫地选择 去更远更大的城市挑战和充实自己 安然因为个人原因 并未随志友一同前往北京 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 彼此承诺让自己变得更好的他们 在不同的城市 开始了不同的奋斗之路 你还记不记得当时 她去北京上学的时候 你们告别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情形 那个时候她比我 还要暧昧嘛 我陪她去买了几十瓶的指甲油 然后说了一句 我们都要好好的吧 很简单 当时你哭了吗 当时我没有哭 因为我觉得我们还会再相见的 而且当我们再次相见的时候 我肯定会变得更好 后来你们两个字都在做些什么 我正式开始走进社会 开始我的工作 我还记得我的第一份工作是优师 但是后来我又做了婚庆方面的兼职 那个时候万事开头难嘛 还是挺辛苦的 大家不要看我这个样子啊 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并不是上台唱歌 而是做打杂的工作 扫个低拉 还有扛一个音箱啊 调一调灯光啊 后来有一次机会才可以登台去唱歌 但是在那个时候 我还是没有完全调整好我自己个人的心态 甚至可以说站在台上我是在发抖的 安然起初的奋斗之路可谓荆棘满满 假之没有了小鱼的陪伴 他又一次陷入了自卑的漩涡之中 也正是因为自卑 他和小鱼在一次争执之后 渐行渐远 小鱼跟你有没有吵过架 算是有吧 为什么呢 因为在我有一年 我去北京进修还有工作的那个时候 其实我离他挺近的 我们所在的那个区域是非常近的 然后他通过其他的渠道了解了这个情况 他就给我打了个电话 说杨淼淼 你居然不来找我 我说因为我现在还没有达到那个高度 我还没有做到呢 所以我不能去见你 后来你们就这样失去联系了吗 我在微信上面跟他说了好多好多的话 我又给他打电话 没有回复 没有回复 你有没有去猜过其中的原因 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那句话伤到他了 这也就是说他突然人间蒸发了 对 因为在我跟他打那个电话 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他在电话里面 他也对我是这样说的 他说 淼淼 咱们认识的那个时候 我认识你 我认识你的那个时候 咱们就是朋友了 你无论变成什么样 你还是当年 我心目当中的那个你 不要说这样的话 但我还是去反驳了他 我还是坚持我不要见他 后来他也给我发了信息 我也没有去正面地去回 就这样 你的意思是 你想成为更好的人之后再去见他 他的意思是 你啥样我没见过 是这样 对 很希望你能找到这个好朋友 把那些没有来得及 说给他的话说给他听 那今天小鱼 你到底能不能来到现场 和你重逢呢 时光流逝 真情永在 让我们静静等待 时光之门的开启 我不能原谅我自己 因为我无法想象 他去垃圾箱里就找吃的 假如今天小鱼能够来到现场 他就在这扇门后 你想对他说些什么 好 很久以前有多远呢 在这个混沌的时间 两颗受伤的心灵挣扎后 相遇了又迷茫了 多年以后 还好你说你懂得 时光流逝 真情永在 让我们静静等待 时光之门的开启 倒计时 你无论变成什么样 你还是当年 我心当中的那个你 当我们再次相见的时候 我肯定会变得更好 我肯定会变得更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转行做了模仿秀 有一个人对我的帮助很大 就是今天我想找的那个人 这个孟老师 对 那今天能不能见到这个 朋友之上血缘之外的兄弟呢 时光流逝 真情永在 让我们静静期待 让我们静静期待 时光之门开启 广告很短 马上会来 好久不见 现在继续 成长到成长 我真的都可以 因为他也在 Got 跟他演唱的 这么大 像想要的模样 你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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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在指手投降以前 让我再陪你一段 陪你把言诺歌响 活出了答案 陪你把肚子孤单 变成了勇敢 一次次失去又重来 我没离开 陪本是最详情的告白 陪你把想念的传 拥抱着温暖 陪你把彷徨 谁出情皆来 未来多漫长 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 想我你不来见我 我还不够好吗 不在乎那些吗 我没关系 刚刚在等待开门的时候 安然是紧紧地 转住了我的手 但是我相信 她其实最想拉的 那个时候肯定是你的手 刚才我在后面的时候 我听到她的声音的时候 就已经就是 有些控制不了了 因为我能陪在你身边 可是有一些我拥有的东西 你是不能有的 可能对于我来说 头发是一个很普通的东西 但它对于我 有项目而言 凶 bast 也都不凶 拥有 他的 老有 Ländern 你 对 上 老有 ora 我喜欢的 这个实在太珍贵了 这是小鱼的头发 原来我头发很长的 但是现在你的头发 也是你自己的头发 你剪了这么多 对 因为这个要做很长时间 所以我准备了很久 然后找了好多家店 他们可能有的没有办法做 有的就是觉得太麻烦 所以找了很久 才做完这件假发的 那今天能不能见到这个朋友之上 血缘之外的兄弟呢 我们来一起期待一下 有一个人对我的帮助很大 也就是今天我想找的那个人 他是我的贵人 他也是我的老师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 下一位重逢委托人 有请 大家好 我叫赵玉坤 我来自黑龙江的九三农肯 今天来到好久不见 是为了寻找一位 从未磨面的知己 贵人 孟老师 我希望我们见面之后 能够促成朋友之上 血缘之外的好兄弟 哎 老孟 每个男人来到这个世界上 都会被赋予几重身份 不管你在别人眼里 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在我心里 你是老师 是贵人 我更愿意把你当作是 朋友之上 血缘之外的兄弟 两个爷们儿不适合说太多 情深深与萌萌的肉麻话 今天期待在这里 见到一个立体多面的你 欢迎赵哥 音乐 给我 给我 给我音乐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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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 euiw i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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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不应该这么 安静 我 我到这来 我都没想到到这来 是刚才那个翻他脑袋 用搜狗的方式 把我给搜出来了 我到这来我就想看 看看我那个失散多年的 闺蜜就是路遥 我们俩失散多年了 这整整失散的 就是小时候 我们俩订了 我请 他们家收了我10块钱的 定亲礼金 我就再也没见过他 今天朋友们 你们说说说一说 我跟路遥有没有 定亲信啊 不可能 路遥 你还不定 我跟你说你今天我算一下 这30多年来 10块钱的绿滚力 你看你是不是得 还我60多万 你要不还我60多万 我跟你说 你就得跟我回家去乘亲去 然后走走 跟我回家乘亲 你今天就是来踢馆的 我算看明白了 你要不跟我回家乘亲去 你信不信我 我亲家也能扫着你 我现在叫亲家刘能来 哎呀 这村主人车场 这掌声也不敌烈 我跟你说 这不是好久不见的栏目吗 还是个寻找类的 为什么来这 我不是为赵瑟来的 我家有一瓶好久不见了 咱们是寻找类栏目 他能不能帮我寻找一下 我跟你说 我家那瓶好久可好了 那家闻一下的都醉 这 能 呀 路遥 你看 你还有酒窝 你的酒窝没有酒 我还是醉得像有狗 你看 你看得我 一个就是那个 火辣的眼神充满诱惑 他要是对我印象还不错 跟男朋友分来咱俩过 你今天真的是来踢馆的吧 赵哥 你开个玩笑 怎么保证 你看这个来现场 我深刻怀疑 你不是来找人的 你简直是来埋态我来踢馆的 因为你很迷人 但是我不得不承认 虽然我刚刚一直在被埋态 但是呢 你表演真的很精彩 谢谢 谢谢 你并不是每一个人 你都跟他们原型长得像 但是你特点都抓得很准 对 刘能就是这个表情 稍微扬起脸牙落出一点 这感觉 这近人物了 扬起一点脸 赵四儿呢 可能就是 就是他那个除了抽 他之后还有一些 就是胳膊往后背 就胳膊要背到一定程度 而且连 就是这种感觉 你对模仿的理解很专业 就是要抓住人物 那个核心的特点 抓住几个 我也是大量地就看这些视频嘛 那你是一名专业的喜剧演员吗 原来不是 原来是卖凉皮的 卖了很多年的凉皮 然后那个 因为一些契机 就转行做了模仿秀 这也跟我生活中 转行当时 有一个人对我的帮助很大 也就是今天我想找的那个人 就是明信片里写给的这个孟老师 对 对 对 那当时 你之前是扮凉皮的 你为什么会突然转行 做了一个喜剧演员 一个模仿秀演员呢 我说的这个契机 就是我的儿子 是一个很严重的自闭症患 太心了 爸爸 那不理我了 又不理我了 看似嬉笑幽默的他 却有这样不为人知的一面 在孩子两岁时 沉浸在初为人妇喜悦中的他 却慢慢发觉 孩子的一些与众不同 遍寻名医几经周折后 赵玉坤接受了 孩子患有自闭症的 这个残酷现实 我觉得我儿子非常可爱 那时候我甚至想 当我儿子出生之后 长大一两岁的时候 因为他那种粉雕玉琢的那种模样 我甚至觉得 如果重拍《红梦梦》的话 我儿子都能演贾宝玉 因为他长得真的很可爱的 一个胖胖的样子 但是那个时候 我就心里头非常不接受 不接受 我儿子是个弱智 然后顾客跟我这 稍微哪怕开玩笑 我可能都会激眼了 我觉得情绪就很不好 我相信随着儿子越来越大 像这种状况 应该是男孩嘛 应该是越来越不好管 对对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种状况 那像你刚刚说的 有的时候孩子不能够自理的话 会经常碰到一些危险的状况 你有没有碰到过这种你家的 有过 有过一次 就是我们当时卖凉瓶的时候 我们在忙 忙的时候 其实他在屋子里当时玩得很安静 因为我们就把这个门插上了 插上之后想他玩得安静 结果不知道为什么 他突然间就情绪闹起发狂了 我父亲偏瘫 然后他把我父亲 他为了坐轮椅 他把我父亲从轮椅上推下去了 因为我父亲七十多岁 他偏袒他大脑本身也像孩子一样 他摔着鼻子出血了 然后就老小孩一样 他就在哭 那时候我就 我儿子不知道推人 会给别人造成伤害 他并不是有意的 但是我就觉得 我当时我就好长时间 我说出来话了 我看着我父亲哭得很伤心 我觉得我看不到希望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我说我这边有九亿 我就这样了吗 我也不甘心 我就闪过了一个邪恶的院长 我想我随便把他领到任何一个城市 我一撒手 他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因为他不知道父母是谁 因为他不知道家在哪里 他随后不能原谅我自己的想象 爸陪你一起玩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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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起玩就好 啊 这样对不对 我的手势对不对 你交给爸爸 你交给爸爸的手势对不对 我不能原谅我自己 因为我无法想象 他去垃圾箱里去找吃的 我也没办法想象 他睡在哪里 他会动着我 他可能会去上别人手里想吃的 他可能会挨一顿揍 我就不能原谅我自己 后来我跟我妻子 我俩聊天 我妻子也是非常 是那个人 他就说了这样一话 他说别说这个孩子 是咱们亲生的 哪怕咱们当年在产房报错了 他亲爹亲妈来要 我都不会给他 快 来你妈妈了 快来 快来你妈妈了 快来来你妈妈了 快来 妈妈跑那么快 你现在怎么能跑动了 随着孩子身高体重的不断增长 家之无法沟通 和无法预估的危险行为 让赵玉坤心力日益交瘁 在几乎快对生活 失去希望的时候 一次光看电视剧《乡村爱情》时 孩子却意外地露出笑容 这让赵玉坤惊喜的感觉 发现了孩子内心世界的钥匙 也让他重新捡起对生活的信心 有一次突然间看《乡村爱情》的时候 他笑了 看电视剧啊 对 他笑了 笑的时候一下我就感觉我看到希望了 因为他自编的孩子 他几乎不跟人对视的 那时候他突然间对外界做出了一个反应 这是我当时我非常兴奋 我觉得我能找到希望 找到一个跟他沟通的一个方式了 然后我就当时就 就试着做了一些表情 夸张表情 但是没有现在模仿的像 我就试着做了一些夸张表情 他看着我就呵呵笑 那个时候我就感觉 这是我的一个找到希望了 对 有希望了 后来我经过了 大量的查找资料 模仿 因为你看我这形象跟赵瑟儿不像 那我要怎么去模仿得像一点 然后我就去查视频 我查赵瑟儿视频 我又找不着感觉 然后我就收赵瑟儿的模仿秀 我发现赵瑟儿的模仿秀中 有很多长得不像 甚至很帅的那种人 然后我看他们是怎么捕捉特点的 他们怎么捕捉特点 怎么样的来弄这个赵瑟儿的那种 然后后来看之后 我就经过了很长时间我自己练 终于就把这个人物就模仿得像了一点 像了一点 后来我再去做的时候发现 他时而看时而不看 其实他那天的笑是一个偶然 那么多年的坚持 其实是自己的一个自娱自乐 但是我也相信 我也愿意继续坚持下去 一来呢我能给别人带去快乐 二来也许有一天我儿子能够看懂 也许他能够看懂 坐下 把他先拍一下 把他先拍一下 把他先拍 拍一片 虽然赵瑞坤想要通过模仿表演 唤醒儿子的梦想暂时还未实现 但是赵瑞坤的模仿表演之路 却开始了 因为经济压力 更是因为模仿表演 可以将自己暂时放置在快乐的环境中 赵瑞坤的每一次表演都很卖力 很用心 也正是在这条路上 赵瑞坤遇见了一位未曾见面的好兄弟 孟燕 那你是和他怎么认识的呢 我来到现在没有见过面 没见过面 没有见过面 是因为什么 因为我上了东方卫视的《笑傲江湖》之后 我当时唱了一首也是写给我儿子的歌 叫《天使在人间》写的歌词 我自己那时候 我没有剖曲的 我是自己哼出来的一个调 他实际上他不是完善的 他不能称之为一个作品 他通过新浪微博找到了我 我那个手机号 在公众平台上我留 为了演出嘛 我就留了一个手机号 然后他找到了我 他就给我打了电话 给我打了电话 他就说了他的意思 小邦 当时我是有一点点的戒备心的 因为我经历了很多东西 我也遇到过骗子 然后孟老师联系我的时候 我是有一些 不相信 对 或者戒备 对 我是礼貌性地敷衍了一下 但是呢 因为他加我微信 他加我微信的时候 我也是 不好意思不通过 然后就通过了 通过之后 我看到他的照片之后 我还是产生了一些 因为他形象比较粗 出现了 他眼睛很大 光头 就是 不像好人 对 不像好人 像社会人那种感觉 然后 但是我们聊了几次之后 我感觉到了他的那个 然后 他一个星期 就把那个《天使在人间》 给我普出了曲子 就成为一个完整的作品 我后来 很多歌曲 后来我有感触 感触的时候 我写完歌词 我发给他 他就很快地能做出曲子 而完全符合我心里的 那个感觉 我觉得就是我们俩 就像是一个知音一样 赵玉坤特别喜欢用知音 来介绍好兄弟孟宴 这首《天使在人间》 就是二人在完全没有 见面交流的情况下 由孟宴图取完成的 在歌曲MV拍摄之前 孟宴还给出了赵玉坤 很多表演上的意见 大到场景的选择 小到提醒赵玉坤 要注意的动作细节 其实 在这次MV拍摄完成之后 孟宴曾建议赵玉坤 去和更多的优秀音乐人接触 至此 两人的联系 也渐渐变少了 但半年之后的一件事情 让赵玉坤 感受到这位知己兄弟 其实一直在默默 关注着自己 我曾经有一度时间 很抗拒上电视台来说我 这个儿子的事情 我总觉得因为 因为我遭过一些谩骂 一些侮辱 就他们说 你不愿意拿你儿子说事吗 那我就祝你儿子一辈子 抖刺鼻上 我有一天发朋友圈 我说我每次在车站 或者是一些公众场合 我看到一些真正的残疾人 和老年人的时候 这乞丐我都会给一点钱 我说我自己何尝又不是一个乞丐呢 我说因为不同的是他们在车站乞 我是属于带着我这残疾儿子 在舞台上乞讨 然后我把自己比作乞丐 孟老师就给我在底下评论 其实他是有一点生气的那种评论 他说你怎么能把自己比作是乞丐呢 他说你演出的时候 你给观众带来了快乐 你给老板创造了效益 你的故事给周边的人带来了正能量 你怎么把自己比作乞丐 乞丐没有什么付出 你的付出很多人都看得到的 然后他说完那些话之后 我立刻就觉得我有价值 我还是有我的价值 虽然两个人从来都没有见过面 但是为什么会惺惺相惜呢 都说音乐是心灵的语言 两个人从来没见过 然后他在这个世界里做了一个词 然后网络世界的那一段那个人做了曲 然后合在一起 居然就完美地契合了 所以你说这样的两个人 是不是比那种面对面 我说什么你都不懂 那样来的更感觉 哎呀真的是非常难能可贵 其实你们有网络上的联系方式 你可以通过发邮件 其他的方式去找他 但是你今天选择来到这个舞台 我想是因为像孟老师 一个这么了不起的人 你也想让大家去看一看 他是多么值得尊敬的人 对对对 你也想通过一种有仪式感的方式 和他见面 对对对 那接受到你的重逢委托之后呢 知道你想要见孟老师的这个心愿 我们的重逢使者也展开了寻找 先来看一看短片吧 今天的重逢委托不同以往 有什么不同呢 根据委托人的描述 他想要见的这个人 是一位长相很凶的音乐人 长相很凶 长得像张飞 像关羽 不就同年同月同日生 还是向鲁智深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是否去那个南山立都地区 古人说投桃报李 意味着两人关系 可以保持望来长长久久 今天我就去买些桃子 去拜访孟大哥 据说了解一个已婚男人 要先从她的老婆入手 那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 孟燕的老婆 对她是怎样的评价 她是一个非常重情重义的人 然后对朋友也非常热情 也乐意助人 然后对家庭呢更不用说了 那这个去买菜去了 在孟燕老婆的带领下 我见到了孟大哥 关于凶悍音乐人的想象 完全被颠覆了 孟老师 孟大哥你好 怎么把电视台都搞了 来来来来 咱回家聊吧 好吧 晚上炒几个菜 行行行 那我拿菜 菜好了 尝尝我的手一 跟孟大哥短暂的交流之后 我发现他完全是一名家庭主妇 每天有那么多的家务要做 他哪有时间做音乐啊 这俩手机是干啥的 平时手机不离手 看着词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能来灵感 这是录音 这个看着词 平时就哼哼哼就记下来了 对对对 我带你去看看我那个做音乐的地方 蝴蝶很美 终究飞不出轮回 这饭也吃了 歌也听了 那关键的任务来了 孟大哥能不能来到节目现场 和赵大哥见面呢 其实郑大哥不止一次呢 跟我们节目打电话 就是 委托我们节目组一下 找到你 在我们的演播厅 团聚一下 想以这种形式 有点仪式感 隆重的 见你一面 到电视台啊 对 太突然了 我靠一靠吧 我靠一靠吧 假如今天他就在这扇门后 有什么话想说 他是我的贵人 他也是我的老师 但是我更希望 跟他以后的日子里 促成一个朋友之上 血缘之外的兄弟 好 那今天能不能见到这个 朋友之上 血缘之外的兄弟呢 我们来一起期待一下 时光流逝 真情永在 让我们静静期待 时光之门开启 转行做了模仿秀 有一个人 对我的帮助很大 也就是今天我想找的 这个人 对 孟老师 但是他完全是为我好 他说你怎么能把自己 毕竟是起卖 然后他说完那些话之后 我立刻就觉得 我有价值 我还是有我的价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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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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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随时我找了一下怪人 后边把我夸了一朵话 孟老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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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节目是 就是偶然看他一个节目 我是看进去了 我真是看哭了 找了微博 电话 一打 微信一加 我说 孟老师你好 那个词 我想跟你免费地处理一下 把它复得更好一个曲 他考虑了几天 还考虑了几天呢 孟老师 音乐创作是非常艰难的 应该说那都是你的心血 你总是无常地帮助这些人 您是怎么想的 哎 其实就是 赵老师这个事感动了我 我是想啊 天下有很多人需要帮助 我没有别的能耐 只能把我的音乐送给大家 那今天你们俩是第一次相见 第一次见到对方 跟之前在视频里啊 还有在微信上啊 那种联系应该都不一样 意思呢 对方怎么样 比视频胖 比视频啊 胖 点大啊 这些衣服为了孟老师 又能穿着大衣服 今天呢 在我们这个舞台上 特别让人感动的就是 是两个都这么让人 值得尊敬的人 站在了这个舞台上 他们俩都有使命感 都有责任心 还非常的热心公义 那今天最后 让我们把掌声送给 赵大哥 孟大哥 好 恭喜 恭喜两位大哥 谢谢 这是刚刚你们重逢时的照片 哇 这么快 都说这个人生大笑能几回 抖酒相逢虚碎倒 今天两位大哥见到了 晚上可以好好喝一顿 对 谢谢 说不定还能创作出什么歌曲 之前你们创作的歌 今天在现场 能不能给我们来一下 对 我先有这个 我手上 这个就是 我除了一张个人专辑 就是所有的 都是我们俩合作 我写的词 我写的曲子 你看这个 有写给妻子的 一生女人花 写给儿子的天生人间 有吗 带来这个是为了送给你 送给你 为了就是送给你 最想送给你的礼物 谢谢段老师 给你 看得到的光辉 我在掌声中陶醉 看不到的卑微 谁在黑暗中落泪 舞台上的玫瑰 绽放出耀眼的眉 化妆间的角落 谁在慢慢的枯萎 多年的奔波劳累 多少的汗水泪水 这条路还有多远 我的选择是错是对 多年的奔波劳累 多少的汗水泪水 有多少支持的笑脸 就有多少无怨无悔 如果您也有想寻找的人 欢迎联系我们 您可以在新浪微博中 搜索机灵卫视 好久不见 关注我们给我们留言 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 微信官方公众平台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在《我要委托》一栏中 填写您的重逢委托 当然您还可以直接拨打 我们栏目的热切电话 043185818307 欢迎找到我们 说出你的故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공字幕理 Fan